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让我跟随你 造反也好 行刺也好 只要能杀了李世民 请让我跟随你 走吧 您不问我理由吗 你想说的时候就告诉我 反正 你也没问我 掌柜的 这馅也太小了吧 我这一口下去 都没看着馅 还是问问比较好吧 殿家 我听说此处战事正经 怎么完全看不出来啊 客官是头一次来吧 是啊 怎么 客官有所不知 这几年年年打仗 老百姓能过太平日子 那都是因为咱们这儿 有个了不起的父母官 咱这儿的刺史大人 姓公孙 明衡 前随年间就在此地任职 因为这些年他把这儿整治的 城高强奸兵强马壮 无人每每来打 都占不到便宜 又奖励填恳 引了无数流人来头 现在附近的州县 就属咱硕州兴旺了 哦 传说中的护民官 结证 咱们走 干啥去 你不是叫我师父吗 去教你第一课 如何探得情报 再选择性地散播情报 为马去太史居李春丰大人扶上 于司马都督所见 朔州城两面环山一面临水 一身四 sen 一首南宫啊 公孙大人还真是镇守着一方福地啊 前些天得到突厥大军来犯的义报 还请大人从代州与并州调军前来巩固边防 粮草享淫下官定当直实妥当 这突厥人生性好战不是生产 泛裸边境无非是为了掠夺粮食财博 与他们些便是何苦大动兵戈 都督 这 早听闻说周富饶 常主军就有三万 再加上两周四万兵马 能够供起七万大军的良想 怎么也够打发突厥人了 都督 若如此应对 朔州将会被突厥人洗劫一空 王大人以民生为重 公孙大人哪 这民生凋敝你担待不起 拥兵自重可担待得起 大人大人大事不好了 夫人和小姐她们 怎么回事 老奴看夫人性情久久不归 派人出城相迎 在山道上发现了马车和家丁的尸身 而夫人和小姐 下落不明 大人 这定是山贼余孽所为 请大人下令我等立马追击 糊涂 夫人和小姐都在她们手上 生死未捕 怎可轻举妄动 是 卑职鲁莽 这夫人若是落在歹人手中 请司马都督放心 若贼人敢以内人性命要挟 下官定会用他们薄皮寡心来陪葬 公孙大人刚正不讹 笔人既敢且配啊 那么先回府等大人的音讯了 备教 回府 传令下去 爹爹 爹爹 媛儿 夫人 夫人 爹爹 爹爹 你们没事吧 我没事 可 来人 快把小姐抱下去 是 多亏夫君派人紧急传讯 不然我们母女怕是万难幸免了 啊 派人传讯 夫君 可得重谢这位小公子啊 因事出紧急 在下值得假托大人之名 匡骗夫人随我出逃 决无轻慢之意 望大人恕罪 啊 小公子请起 那人性命托你所救 必人怎敢责怪 只是 不知小公子如何称虎 又是怎么救的夫人 在下姓李 明长歌 这次也只是凑巧 两日前路过山北 其身在一处破庙 公孙横的婆娘明日便会经过此处 弟兄们准备好了吗 棒来狠秋一笔再杀掉 他男人把咱们赶得无处其身 要冤就冤她吧 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得知夫人是厕史大人的家眷 于是便一早赶往山下 假借大人之名拦住夫人 然后命车轿继续前行 自己择带夫人绕道回城 不想山贼凶残至此 不见夫人竟害了车夫的姓名 是我的过错 好一个有勇有谋的少年人 后生可畏啊 在那种情形下 这已经是最可行的方案了 不过 李公子似乎对婢人很了解 不然怎能框的夫人随你出行 不认识 实不相瞒 在下原本是打算来投奔大人的 家父是前朝降将 一直不得重用 郁郁而终 临终前 嘱咐我去边境奋力搏个功名 因大人也是前朝旧臣 想着该不会因为在下出身而嫌弃 因而想投奔大人麾下效力 可是 现在反而不知该如何 公子看清必然了 外举不避嫌 内举不避亲 我公孙恒一向分得清明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一个头脑灵活 应变机智的将门之后 我又怎会因避嫌而弃用 明日起 你便认刺师府残军 这是愚公 愚司嘛 在你拿到俸禄之前 可否先暂局寒舍 至少好过露宿荒郊破庙啊 公子 意下如何 大人再造之恩 长歌永生难忘 公子 公子还有什么需要啊 不用了 谢谢老人家 老奴姓秦 公子随时吩咐便是 谢老人家 师父 你太厉害了 你该叫我什么 嗯 是公子 哎 你让我把打探来的消息 传出去的时候 就想到这一步了 哦 第二课 有些做过的事 永远不要再提 嗯 不用这么紧张吧 他们很信任你 久力换海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总之 我们现在要帮忙守住朔州 至少这一点是一致的 哈什纳笋 土喀舍跟他不仲先出发了 说是要让你看看他的省段 留他去 他是突立可汗的殷亲 出事也没关系 那另外 崖仗那边送来了金银十箱 美酒二十车 牛羊千鱼头 还有美女二十个和一个汉人军师 照旧 财务运会搭仗 再杀牛羊分发美酒 女人万万杀掉 别留活口 汉人军师嘛 不能杀 别让他来烦我 别让他来烦我 我提醒过了 万令 继星 赤后来报 突厥人再有两日便兵临城下 大人 援军何日能到啊 明日我再去请示都督 城外兼壁清野 不要留人 突厥前锋部队不过几千人 我们迎战便是 不可莽撞 援军未到之前 保存实力为上 枯水计还有多久到 今夏雨水充沛 估计枯水计还有半月左右 即可命人拆除码头和桥梁 船只上岸 无法运回的就地返回 是 无论如何也要拖延时间 在河水干涸以前 大人 河水干涸了会如何 那时突厥人就会直接涉水过河 那么 为什么不让他们过来呢 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嗯 你的意思是 看地图上游有片密林 若命军士以土石巨木截流断水 一日左右便可完工 有你的 很好 很好啊 大人 这 这是 不用多问 照办之事 此事 就交由你了 是 这 此事怎么如意的手帅 是 怎么就是啊 诸位大人 好 忙起来吧 你 你 有点 你 我 有点 你 都不充 有点 我 你 踏飞沙茫茫 好月下托岭被忘 算监路漫漫 就是在藏进行囊 沉默守望的护养 风月过他今下 长河前山之后 是回忆不去的故障 每一颗花花 都蹉跎成遗憾 苍鸣的烹鱼 也被放进河窗 是谁在桥上堂 今生的梦梦 回不去好 痴痴盼望也欲穿 我跌跌撞撞 走在风雨路上 切心切勿看 尽家国残葬 这首相如一末都知什么 从岁月也不过一梦荒凉 我披上梦草 走在风雨路上 只比回锦绣在影风 踏浪 曾去睡的桃花 他乡和故乡 千帆过今一夕 又欣赏 不曾遗忘的声势 踏浪 不曾遗忘的声势 if you could 或使以 Miles 选手 由中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